历史今天每一天为您精选一则重要的刺激足迹 今天要带您回到2000年 英文版的亚洲周刊当时为了要庆祝25周年 所以选出了亚洲25岁的优秀青年代表 而严秀魂他就是获选为台湾唯一的代表 他认为受肯定的不是他个人 而是他身为此轻的生活理念以及价值观 严秀魂是师范大学特教硕士 大学时代他就加入了慈青 并且还担任慈青全台总盖事 921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他就与一群志工参与了大爱务的建设 同时他还带着大学生到灾区服务 而且拥有特教专程的他 其实照顾身心障碍的孩子更是游刃有余 接下来就要先带您回顾这段历史 2000年11月24号慈青全台总干事严秀文 获亚洲周刊临选为亚洲青年台湾代表 18个亚洲各国的25岁青年 严秀文以慈善服务代表台湾 他表示是慈青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获得肯定 他当时就读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 所以我觉得其实用心真的是最好的专业 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的那种内心的一些 细微的一些情感 我觉得这个是 也是我之后在 就是在教特教班的时候 我自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跟感想 慈青岁月七年 逐步确立人生方向 投入教育工作 2007年起任职台南慈中国小部 当时的青年现在有更大的承担 好的社会要来自好的家庭 健全的家庭 幸福的家庭 那其实观念正确的家庭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家庭越来越多 孩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原先在新竹公立学校教书的严秀文 他在2007年的时候 转职到台南慈济中学服务 他放弃了公职 选择了私立学校 是因为他对教育有一份理想 而且对于自己的生涯 也早有了清楚的方向 愿佛法心显宏大圣 不吝血法获众生 我会想到上人这么的辛苦 一路走来就是不忍众生受苦难 那如果每个人都很正确的观念 然后有正法的引导 就不会造出这么多的业 然后就不会承受这么多的恶果或是苦难 所以就是激励自己 然后要在这个教育职业更加的努力 在台南慈济中学的时候 严秀文曾经担任过辅导主任 她是会陪学生谈心的好朋友 也是在课堂上寻寻善友 不论社会环境如何改变 她教育现场如何的困难 她都非常的感恩 能在孩子的成长路上陪他们走一段 她更明白其实要教好一个孩子 就会影响一个家庭 而今年刚好是慈青的三十周年 当年的大学生现在都已经是中年人了 但是上人对于慈青的期待依旧没变 是一份承担天下的愿力 我说的话大家都能听进去 放在心里把这样的心再传给其他 这种传话 洪华力声 大家常常听师傅说的话 我们盘点自己 有没有把握至了 慈青时代那样接触佛法 也是会跟我说 人家心无变 现在呢 是人人啊 为人父 为人母 为人父 也是为人父 总是呢 家庭那 到底当初发心的愿 我们呢 承担多少 在我们生命中 那占了多少 我们的生命的重点 有没有 所以大家来盘点 而这是2019年慈激教育之夜 3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 严秀文和她的女儿同台担任 随意的照片 为人师表 为人父母 其实严秀文都没有忘了 自己当初的那颗出发心 就是要让每一个孩子 都有一个清静的起点 以上就 听念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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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了